哈囉我是Tender 接下來今天就要攻略最強的帝王拿坡 那這邊需要用到的就是鐵壁榜 那我們就是要帶著吸取拳跟劍舞 主要是這兩個招式 我們的道具就帶著節拍器 這樣就可以直接出發了 那技能當然挑戰的話 絕對不要刷到有BUFF的任何超可夢 不然他開場 他就直接會特攻升兩階 那我們就直接出局了 那其實一開始在打的時候 我們可以放一次劍舞 然後後面就直接接著吸取拳 他後面有放消除我們的BUFF招式的時候 我們再放一次劍舞 然後再接吸取拳 直接A過去 那他在HP80%到50%的時候 各會再放一次 那我就是一樣放劍舞吸取拳 然後後面全部都吸取拳過去 我就直接可以比較微一點的獲勝 那在我的影片之中啊 我是比較貪玩一點 所以我中間把劍舞把它放三次 放到我 就不用這樣子 這樣會比較危險一點 那基本上我就是 主一點的話就是 你HP 只要不要 一直超過一半的話 那一直放吸取拳的話 全部都吸得回 然後再加上 放太金的以後 那你吸取拳的 那個 血量又蠻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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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量又兩倍 基本上都會一次都提到滿 會翻車機率還蠻低的 這邊推薦各位 就是用火力板 來做工業會比較好一點 更加好打 那待會在底下 我的影片說明會再放 那個牛肉盆的影片公約 各位可以去參考看看 他的影片寫的還蠻詳細的 那假如說在今天沒有公約完成的話 他目前的活動期間是 2月2號的8點到2月5號的早上8點為止 那他的下次預定呢 是在2月9號的早上8點到2月12號早上8點為止 那在這兩段期間出現的最強是玩拿波 他的能力都是一樣 那如果在這段期間已經拿到的話 後面就沒辦法再捕捉了 所以後面還有遇到的話 那個就只能A過去的 就只能擋過然後打他的一些獎勵道具 並不能再捕捉第二次 這點也夠要注意一下 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我是Zender 祝各位遊戲愉快 再見